我听官方说 他奶奶最近做了一道菜 特别好吃 说在他 安静一点 让让 我就猜你没走 特意在这儿等你呢 我好像已经习惯了 跟你一起上下学 一个人总觉得缺点什么 让让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是因为被人举报的事吗 如果可以的话 能跟我说说吗 还没上啊 那你什么时候想说了 一定来找我 我给你讲笑话听 你不知道 我刚刚跟我班的文语员 在座网上都说两句话 碰年 就都主任一直 一直盯着我呢 至于吗 天 你不知道 现在查得可言了 重点办的张路上 许位成绩这么好 一直被外卖的女生缠着 她真是够倒霉的 估计她被信犯死了 好 我们说再见 好不好 我帮你 不用 我今天去办公室交作业的时候 看到你了 林老师找你是说竞赛的事吗 不是 好 转学区那边那个学校需要提前填这个申请表 你先写吧 剩下手续你妈会过来帮你办 那对了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我跟固然他们说了吗 还没有 还是尽快说吧 这样也给他们一点接受的时间 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点好吃的就会好起来 我听官方说 他奶奶最近做了一道菜 特别好吃 说在他安静一点 对不起 我 你家到了 我先走了 我帮你 不用 坐在那儿 安静一点 重点办在张路上 许越成绩这么好 一直被外卖的女生缠着 他真是够倒霉的 估计特别心烦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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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吃完了 我先走了 我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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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